画面上是老大公庙观看门的现场 主朴的张廖简姓宗庆会代表 以及各姓氏的代表齐聚一堂 再加上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 立委王振旭等首长贵宾 共同来见证 这个传承170年的 基隆中原季观看门仪式 很令人感动是你可以看到 所有道士们在做法 做法是一个仪轨 让这个仪轨请他们好好的回去 我觉得悲天敏人 每个人都会有是一时的 但是怎么样持续有毅力的悲天敏人 是最困难的 从基隆的中原季 可以看到基隆人的建议 基隆人的坚持 那这一个月大大小小的普度 非常非常多大街小巷 所以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 看到基隆如此的热闹 就是基隆最热闹的一个月 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我们应该会延续下去 小时候其实更热闹 小时候其实那个 台敌公的人更多 现在可能环保时代 用很多这个比较环保的素材 来做这个杀猪公的展现 我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跟演变 会有不同的一些变化 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前程的心 还有这个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心意 在这段时间我观察到的 跟我能够感受到的 这个基隆的文化传承 应该不限于基隆 应该要全台湾都要有机会 来看基隆怎么来推行 或者是来落实这个文化在地 今年轮值主谱的张通融主委 也感谢老大公的保佑 让整个中原祭典期间都平平安安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从初一开卡门到今天这个八月一号为止 一个月基隆都是风调雨顺 顺顺利利严严满满 表示老大公好兄弟 对我们基隆全体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的热忱 大家的诚恳 让我们中原祭的活动 能够顺利严满 尤其我们市政府 在我们这个谢国良市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邱副市长 及我们文化局的江局长 还有我们各局处的首长 一起非常非常用心的 来带领我们张廖检中庆会 来完成了2024年 假成年的中原祭的幅度 观看门之后 府会贵宾与中庆会代表 也来到清安宫举行交接手炉 在清安宫主委童勇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童子卫 立委王振旭 跟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的见证下 由张廖检信宗庆会 将首炉交接给明年 轮值主谱的吴信宗庆会 让基隆中原祭继续传承下去 向171年迈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